来 虎哥呢 别提了 你哥又去卖身去了 不是 卖什么身啊 算了 我一时晚好 我跟你说不清楚 不过呢 我得去帮帮他 不然肯定被我爹 那老婆里得欺负死 你等着我啊 我肯定能行 这 小虎哥 你跟我说那 那三千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东喷西凑的 我这只能凑到一千二 你给帮我忙 我就靠你了 你上次不过说 咱可以合伙吗 你觉得这些钱能不能啊 一千二 可以啊 你来我家 真的 行 那 那我马上到啊 两毛 谢谢啊 没事 ! 你 你 那我 我 你 我 你 你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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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陆江涛啊 你谁啊 给我听好了 田四 我小弟 以后谁敢欺负我小弟 我弄死谁 今儿呢 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以后长点记性 我 我跟他那眼儿去 回头我们俩单独解决 你先把我放了 我 我还有事呢 单独解决 什么意思啊 跟我求乎算账呗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是不是给孙小虎送钱去 你他妈怎么知道 能不能有点脑子 天上吊线本事 砸你脑袋上了 钱那么好赚啊 合着签吧 你们串多好的时候 一人玩是吧 打我钱主委告诉你 老他妈弄死你 呦呦呦呦呦 你弄谁 你弄谁 你再说一遍 你弄谁 我告诉你啊 你要赶他都动我这钱 老他这辈子放过你 听见没 你要是这么说呢 我还真就想动弄这钱了 干什么 你干 你干什么 你干 你中午了没吃饭呀 别吃饭了 我都去 还真要钱 哎 有点本事啊 不少呢 你把你钱还我 你钱是我妹妹上学的钱 上学 我说你能不能少拿 那些苦情戏 去欺骗我们这些 没读书的人啊 莫收了 走 你把钱 我给你干什么 你都傻流氓 不是 我没办法等你这样 不是这么长个辫子 你给我装看不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占我大哥便宜 给我 给我杀 不是不是 滚 把他叫别被打出去 打 打也打了 你臭也爆 钱你也抢了 待会给你追着我妹妹上学 上学的钱 你能不能 能不能把钱还了 你闹了 我们抢劫呢 还给你想啥呢 你就我跟你说啊 我 我把他欺负了 你欺负他报仇 你就把我欺负了 我再找你 咱这江湖恩怨 就没了没了了 再要不这样 这 再 再赌一把 好不好 再赌一把 再把这事儿 清了我清不清 想赌什么呀 再这样 你要是赌赢了 钱归你我甘心情愿 那咱这事儿就一刀两断了 要是我赌赢了 你把钱还我 好吗 这么简单吗 那行 那你说吧 我要是赌出了我 我搭你干什么事都行 好不好 搭不了我 我搭你面我吃狗屎 行不 行 你输定了 你等 干嘛去 找屎去 你 你想好了再签啊 是四年 四年 人生能有几个四年啊 师徒之间形同父子 父子之间签个协议又怎么了 爸 您知道那个脸字是怎么写的吗 就是一个月子 这边就是个收脸的脸的这一半 那要是像您这样得了便宜还蛮爱乖的 又不知道收脸的 要是跟您签了这合同 那就啊 师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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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好样的 好好干啊 好好干 好好干吧 接下来 你就是我们家的长工了 来 这 干嘛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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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我給我那一千塊錢 儘管的錢不見了 你放哪兒了 我就放這兒了 你別著急 好好找找 你放哪兒了 好好找一找別著急 說吧 賭什麼呀 就賭這條鐵軌 下一趟開過來的 是貨車還是客車 你先選 你有病吧 我們家就住這邊上 這裡天天過車 我天天看著 你跟我賭這個 你不找死嗎你啊 行啊 那你先選啊 行行行 這裡是條貨運線 根本就沒有客車走 好吧 貨車 選定了嗎 定了 不改了 不改 廢什麼話呀 你們幾個都聽進來吧 大選的貨車啊 你輸了 把姬還好吧 什麼跟什麼 就我輸了給錢啊 車啊 哪兒車都還沒來呢 今天幾號知道嗎 自己的食餐啊 這是前兩天啊 我在火車站 收費品叔叔拿的 從今天開始 這條鐵軌軌線變了 自己好好看看吧啊 再也不走貨車了 該走客車了 你糊弄誰呢 姐姐得自己看啊 你耍我啊 你耍我啊 這叫啊 不打無準備的仗啊 怎麼著 給錢吧 願賭服輸啊 怎麼著 當著幾個人的面 想耍賴啊 給給給給你 給你給你給你 拿去 來 行了 咱這樣什麼知道嗎 不打不相識 記住嘍 我呢 叫陸江濤 我們恩亞洲 山是高昂的頭 我們恩亞洲 师傅 这民口海苔黄花梨 这老红木雕花靠杯椅子 怎么样 没大影儿吧 你脑子进水了吧 我看你是进大游了 从天就想着弄些 四摊黄花梨 这是个贴皮 师傅 这啥是贴皮呀 白芯木头表面贴了一层 薄薄的红木板 冒出红木家具 能看了 贴皮 这儿都漏了白了 没看见吗 我还以为捡个漏 哪那么多漏让你捡 漏越大 坑越深 跟你们说了没有 咱们干嘛来了 大上海上海滩 也在弄些 也在弄些 你也在弄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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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就是啊 这运气也太差了 我明明 我明明天天在这儿看着 这太困了 你看 你给我拿个这 这是哪年的列车调度表啊 江涛来过 啊 他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呀 我刚才不是着急 你已经听到那边签合同吗 签合同 不应该啊 他没这毛病啊 是啊 可是今天 没有别人来了呀 不行 我得回去一趟 我问问江涛 到底这钱是不是他拿的 你现在回去 要关门了吧 师父 我 你拿什么了 你 你这小动作 我还看不出来吗 怎么了 师父 您给我那一千块钱 进货的钱 让我给您丢了 丢了 爸 那钱丢了 您要想进货的话 再给一千块钱吧 你先别说话了 海国 我是一直拿你 当个老实人看待的 你就别搞什么花火了 这可是一千块呀 师父 真的是丢了 那得这么巧呢 你跟我借一千块 我借个你呢 但是你就不能拿钱丢了 来糊弄我 这不明白着吗 绝对不划算了 四年白想了 想反悔了 想想进货的钱 瞇了 陆海波 你休息啊 不是这样的吧 你能不能念人念好呀 那钱是真丢了 我作证真丢了 我们着急死了 都找不出来 您要是想进货的话 再给一千块钱好不好 我明白 我明白了 海波你给我老实交代 是这个丫头出的主意吧 就知道你这事你干不来 温泉你不能这么坑你爹的吧 爸您怎么能那么说话呢 这事还赖我头上了 我都跟您说了 这个钱是真的丢了 真的丢了 是不是 那要要这钱的话 您找贼要去吧 爱进货不进货 海波 这事咱不管了啊 休想你这个吃你爸坏的丫头 陆海波 我不管是谁出的主意 我告诉你这笔钱 你要是给我 要不回来的话 第一 你给我滚蛋 第二 惹极了 我报警一千块 是够你炖橘子的 爸 爸 爸 不是这样的 爸 你相信我真丢了 爸 怎么办啊 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啊 啊 不行 我还是得回去外外降到 这个天到底是不是他拿的 如果他拿的 我还能追回来 我得回去 带我陪你去好不好 一起去 不用了 你不用 你 你回去陪你爸爸 好不好 你回去陪你爸 但是你记住了 你千万别再惹他生气了 想通了 嗯 想通了 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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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这个 小哥 凑点钱不容易 你看我脸上给你打的 你给帮我玩 你要再没大膜 我这命都给你打进去了 可你这个也不够了 虎哥 你说咱都街坊邻居的是不是 你看我哥打成这样 我都心疼 我求你了 真的 我求你了 虎哥 要么这样 我差这些钱 你再帮我先好办法 这时候赚了钱 我两倍还给你 可 两倍啊 瞧瞧那为点钱 被打成这样 你也别说两倍给我了 你欠的那点啊 我先帮你一件垫着 不过这是我自己的私房钱啊 咱们先拿钱呢 拿预付款收据 过几天就去拿人口证了 行吗 行 行 好 谢谢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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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 闪钞 亲爱的大哥 二哥 别找我 我走了 我不想去上学 家里现在没钱 我不想让大哥 二哥 为了我的学费操心 昨晚上 我听到你俩在算我上学的开销了 路费 学习费用 生活费用 还有你们特意为我添衣服 加了两百块钱 一共是一千一百九十四月 完蛋了 我留在家里 你们会逼我上学 我不想上 我已经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不想上你 子齐 子 我们亚洲 谁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各学各流 我 我们亚洲 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拿着呀 快点坐入木班车回家啦 聚得很 那你想怎么办呀 一个人在这儿坐一晚上呀 你一会儿要碰见什么坏人 你吃得笑的 你个小姑娘怎么能在 这里坐一晚上呢 要不这样好不好呀 我家就在前面 我不是坏人 你跟我去我家 先将就一晚上 我不是坏人 一兄啊 这件事情你做的 的确是欠考虑 你看平时 我对你还是蛮关心的嘛 更何况 短短的父亲 还是我的老领导 怎么呢 怎么不小心 太可惜了 我很看好你啊 本来还寄希望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林主任 您只要抬开手 我也就过去了 林翔回来了 来 干嘛 站住 这是谁啊 深更半夜 往家里带陌生人 你 我的一个学生 这是我爸爸 这个是顾叔叔 伯伯好 好 顾叔叔好 林翔 你 你这学生怎么了 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认识我 你怎么了 这 这是 这是我爸爸的同事 我不是说了吗 叫顾叔叔 顾叔叔 你去过大风农场吗 大风农场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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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一直想去来着 可是一直 没有机会 没事吧 没事 你走吧 我们进屋吧 走 来 好 来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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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姐 外面那个叔叔叫什么呀 顾一雄啊 怎么了 他 他不是姓许吗 不姓许啊 顾一雄 姓顾的 我 我就是觉得他 他长得特别特别像 像谁啊 不行 姐姐 我 我还是先回去一趟 思琪 你看清楚了吗 我看清楚了 我跟二哥每天都看 演那个照片 错不了的 你就这么确定 确 确定 不过他说 他没去过您是吗 先别管了 找他给我问问他 来 彭丽 能不能行 你快点 师父姐 快 好 好 不行 好 我努力 快急死我了 你慢点 二哥 二哥 怎么变快了 不一会儿 老在后面追着呢 好 谢谢二哥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 我们找人 思琪 刚才你人呢 他就是姓 姓什么人 孺子顾 对 这儿没有姓顾的 只有姓林的 林霞 你来看看 你带回家的到底什么人呢 思琪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两位谁呀 有什么事情吗 林姐姐 刚才在你们家 坐着那个顾叔叔还在吗 他能出来一下吗 他跟我们家有一些 有一些渊源 他已经走了呀 你们也不看看 到底现在是几点了 不是 走了 他们家住哪儿 你能告诉我吗 我找他有事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找他 他 他是我妈一朋友 我妈让 我让我们找 找 找得到 什么朋友 大风农场知青 那你们找错人了 顾一雄根本就没去过 大风农场 思琪啊 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不是说姓雪吗 人家姓酷啊 不是一个人的 认错人了吧 没 没我吧 不是 你 你就直接告诉我 他们家住哪儿不就完了吗 那是我们跟他的事 跟你们又没关系喽 这是谁呀 这么不讲理的 我 我怎么不讲道理的 我是他哥 我一直很讲道理的 请你们马上离开 你们再不走 我打电话报警了啊 林叔叔 打扰了 很抱歉 林老师 谢谢您今天 对我妹妹的救助 但这个人呢 跟我们家确实有些渊源 所以 您能不能把地址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绝不会 不问青红皂白 就去找人家的 所以 您就放心 进去原谅 那也不太好吧 不是不太好 是太不好了 我请您马上离开啊 行 那 那怎么先走了 不是 这怎么能走啊 别呢 不是 打扰了 你还不过人 走 不是 你们就干我地址 大哥 咱也太住了吧 人不说咱不走吧 第一次见面 也不能逼得太紧了吧 思琪 你确定你没认错 我觉得就是他 既然这个顾叔叔 跟他们家的老人是同事 那这就够了 既然这个人冒头了 那就肯定跑不了了 思琪 你什么时候啊 去他们家 好好谢谢这个林老师 好吗 然后顺便问一下 他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事交给我 交给你 赶紧回去算账 算什么账 算账 思琪离家出走的账 还有 你偷我钱的账 你看你认识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是什么样的老师 带出什么样的学生 你不是我学生 不是你学生 那他是谁啊 陆润捡的 你看你现在 这变成什么样子了 行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我自己惹的麻烦 我自己摆平 不会让您的光辉形象 受到损失的 你打算怎么处理 他要是再找上门来呢 再找上门来 那我就告诉他呀 你这是胡闹 行了 你别说了 我说了 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林克副主任 不 想想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呢 助OK necess看 你看 我就会让你去 按照顿 外表 Tutaj 对了 顾义雄 你那件事情 林老头那关 你过得去吧 你说呢 这林老头啊 是有名的报星天 前两年 他老婆那事不都 他老婆是他老婆 你是你 我爸爸的面子 他总归要给的了 这不时让我卸检查吧 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呢 这 这些事情 不好让妈妈知道的 那当然了 妈敢呢 你呀 把心放肚子里吧 林老头是个明白人 他应该拎得起 主要还是咱们把他面子在 你想得就好 早点睡啊 等开着我睡不着了 我知道 房间里不准抽烟的啊 要求出去抽啊 哦 爸 还生气呢 没完啦 我是无聊 你胳膊直往外观 跟陆怀博合伙骗吗 谁合伙骗你了呀 都说了 那情人真丢了 你少来 喂 我还不知道你 陆怀博还算老实 你就是他的狗头军师 有哪个爹说自己女儿是狗头军师啊 有当女儿的管爹叫老狐狸的吗 你本来这个老狐狸啊 海拨挣缺钱的时候你能讹诈人家 我再讹诈也比不上你 帮着外人骗自己爹 我要跟您说多少遍你才信啊 那钱是真丢了 真丢了 真丢了 那贼的手 就长得那么巧啊 您听我说啊 是这么回事 他弟弟刚才来了一趟 他就怀疑这钱可能是他弟拿走了 所以海拨连夜赶回定海区 把您这个事情问清楚了 把钱要回来 您说这么好的员工 您上哪儿找去 他弟弟拿走了 应该是吧 你去过他们定海的家吗 去过啊 走 带我去一趟 不是 爸 您去干吗去啊 就算这钱真是将他拿走了 那也是他哥俩自己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你这么跑去了 你感觉把人当贼了 不好吧 你不懂 他那个弟弟天天来给我上货 我太了解了 海拨是老实的孩子 江涛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个惹祸的胚子 这一千块要是到了他的手里 他都没了 走 堵他去 我 破坏了 顾叔叔 你去过大风浓场吗 你怎么还没睡啊 吓了我一跳 顾大哥 你又偷着抽烟了 我没抽啊 我都听见你打火机的声音了 我就睡在你隔壁的房间里 靳伯伯不喜欢烟味 你知道的 就算我抽了 我在阳台上抽又没在屋里抽 那也不行 靳伯伯上次在阳台上 发现你一个烟头 特地关照他 行了 行了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那你都管着我 是靳伯伯和丹丹姐 叫我监督你的 你走不走 不许再抽了 提灵 Prime 走 哥 这是什么呀 小批监 现场写作业去 哥 不管怎么说啊 那姓顾的 今天已经出现了 我不可能放过他 明天一大早 我就去堵那女佬她们家去 实在不行 我跟着她爸 上她们单位去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来处理 能不能碰到什么事 得换个词 老你们别管了 你一直懒得过来嘛 我不让你管 是因为有别的事 让你负责 这什么东西 我路上不跟你说了吗 认购卷 这玩意就是钱 我说老二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有这种好事吗 这种好事 能降到我们头上吗 哥 你啊 你又把心呀 放肚子里头 放一万个心 这我们都卖好多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大哥 二哥说得对 有你什么事啊 赶紧回去 不是 大哥 你就明天拿着这个 去趟文化广场 静文体股管转圈 立马就换回钱来 行 我就这意思 明天你去广场 我去找姓顾的 不是 我都跟你说了 这玩意它就是钱 那不听我呢 也不着急 今天换给钱 明天换也是钱 这事啊 你甭管了 那是我妈 那也是我妈 我告诉你 这个钱 明圈必须换给温老板 不是 这不是我们的 二哥 为了我 你也别偷大哥的钱呀 什么叫偷 我怎么偷了 我能看人大团结 他从我面前飘去 我 我 我不抓他们 我那叫借大哥的钱 我告诉你 我有了钱 我一定给你不就完了吗 我是老二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偷就是偷嘛 老板 这钱是我弟弟拿的 他用钱 就换了这个东西 不过您放心 我让他明天一早就去退了 马上把钱还给您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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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还 这是钱你知不知道啊 明天换的钱 不就还温老板了吗 你要愿意的话 咱多倒腾几次 咱都赚一千块钱哪 我说你 温老板 来 来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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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您坐 您坐 我给您讲讲啊 您是做生意的 我跟你讲 您肯定明白 这玩意投赖钱 利润大呀 有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利润呢 您要是感兴趣 干脆您明天多给我投点 这玩意投的越多 利润就越高啊 这东西可跟你们修电视机 修冰箱不是一回事 你们那是修一台 赚一台的钱 这玩意不一样 利润很高啊 现在您是一千块钱 赚四百 您琢磨琢磨 这要是一万呢 四千 那要是十万呢 四万 对对对 二哥说得不错 有你什么事 那我就问问你 这张纸的价值是什么呢 不管做什么生意都能赚钱 赚多赚钱而已 我做生意一辈子了 我就认这一点 什么东西能卖 那就有它的价值所在 也许这玩意儿可以赚钱 也许它就是一张空白纸 一钱不值 但是要是你连 它做什么用 是赚什么钱的 你都不知道 那你还真金白银地 往里扔什么呢 白波 我不管这东西能赚多少钱 但是我给你这一千块钱 明天就要给我进货 明天一早 要不退回去 要不就把它出手 反正明天晚上 我要看到进货 至少我还知道 二级馆 电子馆 还是有它值钱的地方的 走吧 师傅 师傅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 师傅 您千万别生气 但要是 要不是把钱已经交给别人了 我今天晚上就一定还给您 不过您放心 明天 我明天一定还给您 好自为之吧 哎呀 爸 你干吗呀 别老这么说话 你跟黄世人似的 就算说是黄世人 你也不是仙啊 这人真挨一马啊 走吧 我们走了 走了啊 师傅 我原本是想 好好栽培一下海波的 海波这个人太实诚 能成事 但是 太费劲了 那您的意思 陆江涛能成事了 不 他是一个惹祸精 看吧 海波这个老实孩子 过不了多久 就被这个弟弟 牵连拖累 哪有那么说话的了